畫面中可以看到天色昏暗下著大雨 特斯拉翻覆立在馬路上 火焰在車內熊熊燃燒 火勢相當猛烈 甚至一度衝出車外 大量白色濃煙不斷飄出 還伴隨著零星的爆炸聲響和火星 消防人員手上提著水線 跪在對向車道 朝著著火的特斯拉射水滅火 整台車被燒得焦黑 宛如一團廢鐵 這起事故發生在新北市深坑區 文山路三段凌晨四點多 這輛特斯拉休旅車疑似下扎道時 車速過快加上天宇路滑 整輛車失控衝向路口 自撞安全島後翻了過去 隨後起火燃燒 有民眾募集意外 立刻下車幫忙把駕駛 從車內拉出來 並通報球員 募集者表示 駕駛身上有濃濃酒味 且說話模糊 消防隊到場立刻封閉車道 並將頭部受傷的駕駛送醫治療 火勢在經過三十多分鐘 搶救之後成功撲滅 所幸當下車上沒有其他乘客 警方目前不排除酒駕肇事可能 並以調閱周遭監視器 釐清車禍原因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三十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瞄一下就可以到 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